首尔黎泰院29日发生严重推击踩踏事故 截至今天上午9点 已有151人死亡 82人受伤 稍早南韩总统尹席月宣布全国进入哀悼期 除了三大电视台将暂停所有综艺节目的播出之外 好多艺人也都发文哀悼 身为韩国媳妇的大S 稍早po出黑底白字文写下RIP 和老公聚俊业同步跨海致哀 小S也跟随姐姐姐夫一起发文 韩国方面则是由SM娱乐 在第一时间宣布取消万圣节变装派对 和删除过去派对内部照片的现实动态 表达哀悼之意 而面对越来越多的失踪者通报案例 影后金慧秀在IG转发失踪人口通报专线 希望协助有需要的家属 可以尽快找到下落不明的亲人 男神舒自卸则PO出菊花黑白照 写下对事件被害者至上最深的哀悼 居地全智龙和FTILLEM前成员宋陈炫 则以Pray for Itaywa致哀 此外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不少韩星低调删除社群网站上 任何和万圣节有关的照片 除了防弹少年团J-Hope之外 Icon的J同样也删完 以实际行动表达哀痛心情 来给大家卖嘅 武三贞 伤门 突咬 两刺 男 eighteen 中 冬